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在开始之前 请各位先按下订阅跟赞 来支持老师快速冲达十万订阅者的目标 在本页的说明页面底部 有老师经营的卖场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请去看看 今天的主题是要来谈谈推背图第40项的事宜 与第41项的解析 上篇推背图第40项 生我猴者,死我雕,中华民国的灭亡 有许多朋友热烈的支持 再次感谢 也有很多偏激的狂人收到老师的机票 慢走 不送 首先有朋友关于说明有飞银计划 所谓飞银计划有两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陈龙在1991年拍的电影 第二个就是由郭台铭创造的鸿海集团 在美国投资的专案 有几个网友说的是会声会影 意思就是美国借郭台铭当上总统 然后去剿灭中国 其实这部分只是一个有可能不会继续下去的商业投资计划 那当然跟政治也没半毛钱的关系 当然还有另外的其他朋友去引用其他YouTuber讲的 死我雕的雕指的是美国的国徽或是国务院的徽迹 所以有朋友说这里应该指的是美国借台湾政权的问题 去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 实现民主化的进程 这个部分老师蛮欣赏这个创意的 真的 但是这个说法呢 其实是某些YouTuber哦 只取一项来单独解释 然后他就没有去考虑到整个推背图的整个编写逻辑 以及前后贯穿的连贯性 才会有这样的说法 其实就是看一个说一个 他并没有考虑这么多 就是节目效果而已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是考虑到后面推背图的一个演示 其中并没有任何关于外来种族的势力来取代中国自己民族的政权 所以死我雕者 无论你任何的解释 都不会是美国借台湾出兵中共 然后再把中国还给了中华民国 其实我们先撇开推背图不讲 撇开我是老师不讲 各位有见过美国打仗 然后只为了实现自由民主不爱这种没有利益的事情 哦 因为美国给美国进入介入的战争 其实没有一个国家是好下场的 这个真的是历史了 好吗 而且就算是要打这些持这些论点的朋友 你们是不是把俄罗斯跟北韩当作 这个部分其实很简单的去想想 那就不攻自破了 然后最后呢 我们秤文类的1234 无论怎么去数 都不可能是中华民国的总统数 因为以历史宏观来讲 就是你整个国家的历任总统 他不会是说你在不在台湾有什么差别 所以说就从袁世凯起算到蔡英文为止 无论是他硬上的继任的 自己任命的打赢的打输的病死的加加减减 不重复的就大概15个总统 还不包含哦 以前我们中华民国是有国务院的 国务院去涉行总统职权的部分 我还没算进去 所以光这一些记起来就已经这么多人了 而且还不包含他卸任后来又上任的 复任的叫复任的啊 就这么多了 所以说以总统的人头数也好 或者是说 以那种去用任期来算好 都是对不上的 再而 如果有人是说要以中华民国当做对备徒的中心 去思考的话 那无土有主 这个也不对 为什么 因为中华民国的民法是允许地主的存在的 所以说会有丁子户嘛 中华民国迄今也有国有土地 不能因为我们台湾这么小 方圆这直径才两百两三百公里 就不能算他不是土地吧 还是的 好 所以说有些YouTuber 他没有办法解释这一点 然后就说啊 可能很小 等于是没有啊 这就不能这样讲 但是我们反过来看 易老师的推解析来看 如果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中国大陆为的核心去思考 那中华民国还真没有领土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认为中华民国台湾是大陆一部分 只是被中华民国被蒋中正窃居了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这两个不同概念 但是这样子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个现在现有的政权去思考 是比较符合推背图的逻辑 所有论述 各位要知道 所有论述都应该以中途大陆的政权为中心 绝不会是以台湾这里做出发点 好这不是我们忘记斐薄或什么的 就比如说老师举个例子 就像三国志里面 我们打到一半 轰轰烈烈 赤壁之战 打到一半 镜头突然讲到什么 蒙古大草原 然后开始大家来说 哎 今年的雨水不错啊 水草很旺盛啊 我们要感谢长生天啊 我们是黄金家族啊 会不会很奇怪 因为昨天点不一样 我们就不能去说 哎 这到底同时会有什么样的关系 这是不对的 无论是烧饼歌 万年歌 或是孔明的马前挂 都是以中国大陆的中土为中心 这点 老师一定要再跟各位说明 说在争执什么 其实我们回到推背图 或是任何的语言的逻辑上 那其实就很清楚 可以走出来了 那再来有人谈到第40项的图 里面有三个小朋友在互相地球 有人说是中港台 分为三地治理 其实这也是不成立的 为什么 因为香港 他是租借区跟澳门一样 他都是租借区 而且都已经归还给中国大陆 也应该是归还给中华民国 但是现在中土大陆的政权 毕竟是中共 说就变成还给中共了 但是其实是应该还给中华民国的啦 但是他已经还给中共了 然后中共也接收了 那所以是说 如果你真的硬要讲说 哎 这个是中港台三地的话 那你觉得就算中共愿意 你觉得香港 他会不会愿意把政权交给台湾 您觉得呢 你觉得香港一些战中人士 他愿意先把统治权交给我们台湾政府吗 那如果不愿意嘛 这个肯定不愿意的 对不对 所以说这种想法就比较天马行空的 那诸如此类讨论 我们就先不去深论了 因为这是没有人愿意放弃的事情 当然就不可能 所以目前老师还是以老师目前的解析 当作主要的解析 也因为只有现在老师的解析出来 破解出来答案 是比较符合称文跟送这两个两两对对账的关系 他们上跟下都一定有相互的关系 而且也跟历史合拍 那老师不一定是对的 我不能说说 哎 一定是陈老师讲的一定都是对的 哦 只有我能读懂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目前为止 我还没看到是说 哎 每一个人去讲这个 他可以前后连贯的 那老师是处女座AB型的 所以说我比较会去考证这些事情 好 当然你可以再看我们这本本片的视频 下面留下你的看法 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但是已经讲过的事情 我们就不用去争执了 好吗 好那如果是政治狂人跟爱国者超人的偏激词语 或是你家教不是很好 父母没有教你礼貌的 好 没有关系 老师送你张机票 你你先回家学学礼貌吧 好不好 来 再来我们来看看 推背图第41组 这一项就不是现在了 他是针对未来的解析 这一项谈到什么呢 让我们来看看 来 我们看看 第41项甲城 他是什么什么卦呢 他是离下离上 离为火卦 他的称曰天地回盲草木繁殖阴阳返辈向上土下日 他的颂曰是冒儿虚待写无头手弄乾坤和日修 九十九年成大错称王子何在秦秋 这个部分 是很有很大的生意的 为什么 因为以武术老师 我们是学武术的中国传统武术的这个卦象 对老师来讲啊 解析出来的 今天老师有点心惊胆战 这个是真的也是很残酷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卦离为火卦 他是纯火卦 排到这一个卦 再配上他的称言 老师解的解析出来 结果是天地回盲草木繁殖 阴阳返辈下土在上土下日 这段意思就是说 核战已经爆发了 也因为核弹引爆会让天地被变色 万物毁灭 核爆之时 阴阳返辈辐射成碧日 地面一片火海 核爆之后 人类死亡 唯有草木事后开始滋生 这个部分呢 老师可以带你们去看看 比如说我们过去的车诺比核灾 车诺比核灾 它是核电厂爆炸 哦 他当时的技术跟现在不能同日而语的 现在就当然比较好 车诺比现在已经离现在大概已经33年了 该地区除了人类以外 已经成为了动物的天堂 草木之掌 万物生机盎然 然只有人类已经没有办法在那个地区生存了 很讽刺的事情是这种由人类制造的毁灭性武器 最终也只会毁灭人类 对于劫后余生的万物 到目前为止没有突发突变的发生 也没有因为辐射成大批死亡的记录 会罹患癌症的会突变的会很快就死亡的 最终也只有人类 根据我们的宋描述啊 他里面有讲到 冒儿虚带血无头 这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这个战争之后 人们必须要穿戴的防护衣 也就是那头戴无敏 就是没有冒颜的帽子 这样整套的防护衣才能进入核爆后的地区 核战过后 很长的时间人类无法进驻 所以可能就合称为99年成大错 当然这个核子的辐射半衰期会多久啊 老师并不是专业核子相关的专业 那至于广岛 为什么现在能住人 老师也不清楚 那但是按照推背图的演示 手弄乾坤和日休 这个核战可能触及的地方 服务员相当广大 可能也不是就一个国家吧 这个是不是一个国家 老师是不用猜的 但是中国本土可能就会先受到了 或是为了避免这个敌国的报复 现在目前的中央政权在北京 他可能会怎么样退到陕西去 也就是所谓的秦州来建立新的首都 为什么老师要这样剖析? 老师必须要讲清楚 因为推背图的各项预言 包含了很多种各老师的综合的各种的预言 其实不只推背图 中央政权都会逐渐转向到陕西去 为什么? 因为各个预言都去形容到这个东西 政权慢慢移到长安 长安就在陕西里面 好 那中共政权也是在陕西西安这个地方发迹的 他们的荣心之地 然而老师可以再次解释九十九年成大错 这个事情 因为刚才是可能是半衰起 这个讲九十九年也不一定会成不一定会成立 这个老师必须说的确 他不一定九十九年会成立 但是第二种假设是什么? 因为他是未来一次 所以老师只能假设 我们回到九十九年成大错 这个错误也就是可能指的是核战的发动 是一个错误 同时也可能是中共政权满九十九年的时候 也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2049年的时候会去应验这件事情 也差不多是距离现在年大概30年到31年的时间的预测 而这样事件的发生也符合历史上的那个经营的转折 然后历史转折点 也就是中共那时候的政权会进行比较艰苦的维持 艰苦的原因 到底还是因为他发动了 或是参与了这个核子武器的战争 那很多人想知道是说 那个时候中共政权是否还存在啊 目前来看 中国政权到那个时候还是存在的 很艰困的经营维持他的主权 但是基本上哦 这个中共政权他还是存在的 好 以上是老师针对41项推背图第41项的解析 请各位有任何想法欢迎在下方留言 老师会适度的与你做互动 还没订阅的 一定要按下订阅 你有按订阅的老师比较会跟你互动 不然的话 你你反正我按了 我回你也不见得看得到 对不对 所以还没订阅的 请按订阅然后按喜欢在本下面本下视频的下面有老师经营的卖场的连结 老师投资的啊 经营卖场的连结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老师不靠政党供养 不要再说我是哪个党养的了 哦 老师也不卖法器 老师当老师十几年 老师从来不卖法器 也不卖加持 靠着这老师自己的努力经营自己的生意 还有自己的专业去提供的服务 有需要朋友请前往支持跟选购 那如果你需要老师专业服务的 老师下方也会提供我们的的信箱连结 那请你就直接跟老师联系 我们不在上面去讨论个人的个资 好 我是沈老师 如果你又想听什么样的题材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老师是老师的专业程度 老师不能真的不能从外太空讲到内职工 老师来到老师专业范围之内 你提的题材 只要老师可以的 老师会继续讲啊 我是沈老师 我们下次见